哈喽大家好,我是Scott 今天我们来聊月球城市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如果有一天你在月球上生活 是生活在地表呢? 还是在地底下呢? 地面吧 地下 感觉多奇怪,像地鼠打洞一样 因为我 打地鼠吗? 不不不不不往上瞧吗? 那地下嘛 我想呢,都是那种我害怕的 蛇虫鼠蚁啊,这些的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月球城市的建设计划 都是以地面生活为基础的 你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个公司叫做iSpace 他们有一个2040的月球村计划 他们这个计划叫做Moon Valley 就是月球村嘛 2025年1月15号呢 这日本的公司就要把他们的探索漫游车 发射上天了 就是通过这个SpaceX 209号发射 他们这次搭载的实验内容呢 就包括像视频生产 深空辐射和月球土壤探测器 还有一个瑞典艺术家设计的样板间 样板间啊 对,不过我看了一下视频 它那样板间特别小 就只有这么点了 有点像当时马斯克把他的那个跑车给发射到太空上 那也是一个车呀 这 对,它大概就是意思一下 就证明他们已经上车了 而且NASA还有一个阿尔特米斯计划 哦,这不就是阿波罗计划的继任者吗 对,其实在古希腊神话中呢 这个阿波罗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有个姐姐 他的姐姐就叫做阿尔特米斯 月神 对,就是月神嘛 这个计划也是2017年川普批准的 所以我们看现在SpaceX不是一直在发展兴建吗 其实它也是整个阿尔特米斯计划的一部分 哦,是NASA的合同了,对吧 对,就是当初NASA把这合同给了马斯克嘛 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去再次开发月球嘛 难怪马斯克跟川普这次这个关系 关系那么密切,对吧,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们也是为了去开发一个月面的基地 而且之前有一个科幻小说叫做月球城市 它的英文名本身就叫做阿尔特米斯 这我看过 是吧 这个小说是安迪威尔写的 它里面主要讲的也是一个月面上的城市嘛 它是有五个巨型的气泡 把这个城市给包裹起来 这个就是科幻小说里面月球城市的样子 就是用那种穷顶 对 那它这个穷顶是有一个目的的嘛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维持基本的生存环境嘛 保证一个气压的稳定 但它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嘛 就是非常怕流星嘛 而且月球是没有大气层 对 而且在月球表面还有很大的问题嘛 就是它昼夜温差特别大 你现在白天的时候 它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20多度 但是晚上呢是零下173度 这上下差距了差不多200多度 你如果想要制造一个这么大的穷顶 比如说玻璃制造的话 它的制造难度是非常大的嘛 而且你如果说有一个小的陨石 不小心就这么砸中这个穷顶了 你只要坏了一个地方 你整个这个球就用不成了嘛 所以它的城市发展会受限于这个穷顶的制造技术 对 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个事我就觉得不合理嘛 你如果说是一个城市搞一个 对吧 你要多少个才给我 对 而且白天晚上 你这温差呀 差这么大 那它岂不是在那个穷顶里面 还有要恒温恒湿 空调多大功率呀 因为它月球永远是一面朝着地球 另外一面是背着地球嘛 那它最适合生存的地方 就是那个明暗交界线的那一块 它有一面永远朝着太阳 有一面永远背着太阳嘛 它这个明暗交界线那一圈才多少地方呀 所以如果说搬到地底下去住呢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在地底下嘛 它有天然屏障嘛 宇宙射箭了 飞来的陨石了 都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那温度呢 地下的温度也会比较稳定嘛 你像在同样的地方 在白天的时候是120度嘛 可是如果说你在地底下呢 大概就只有16度左右 那还挺宜居的 对 那晚上呢 就不是零下170多度了 就差不多是零下40多度 就跟东北 东北墨河差不多 而且也没有光污染嘛 你在地底下的话呢 就可以用云造光 天天开灯呗就 你就是开灯关灯嘛 你就不会一直是白天 一直是晚上 那辐射也就会很小对吧 对 还有一滴灯嘛 确实也节能 节能嘛 那你说地底下如果要挖的话 那工程量多大 重点是不用挖嘛 现在有天然呢 其实自从阿波罗计划以来呢 人们都猜测月球底下是有天然坑道的嘛 有点像溶洞嘛 只不过地球上的溶洞是因为水流过形成的 月球上的坑道呢 是因为熔岩流过形成的 在2024年有一个团队发表了论文嘛 是由雷奥纳多等人写的 雷达显示月球宁静海坑下方存在可能进入洞穴通道的证据 他们是通过一个月球勘测器通过雷达照射发现的证据 当时这个雷达是由西向东朝着这个宁静海坑去发射了一束光 他们就发现这个光是呈现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 你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 正常去照射它的话 左边是没有这半截的 就是左边是没有凸出来的这一截 你看下面是那个卫星图像照出来的图 卫星图像看的话 这边只能看到一个光和影子嘛 但是你如果说是看雷达成像的话 如果说下面是没有坑道的情况下 左边是没有这半截的 它就只有这一个反射面 它有这半截就说明 它是有一个向下走的通道的 有个斜坡 对有个斜坡 因为只有这样的斜坡它才能够去显示出来 左边额外的这半截出来 那其实不就是证明说 如果是那种陨石杂的一个坑 那不就是一个垂直的 对它就应该是个垂直的嘛 它不可能说是有一个坑完了以后 它下面还有一个通道 还有一个斜坡坡下去 对它不会钻下去 它不会钻下去 钻地 对所以你看这张图就是这样 当时的雷达就是这样一个斜着角度 大概是斜48度左右 游戏向东往下照 就发现下面有一个通道 因为它的口径很宽 对因为口径很宽嘛 所以它那个光照下去 就能看见 那这个熔岩管嘛 那我理解不就跟地球上咱们说那种火山喷发 不是一样的道理 但你看地球的火山它还有火火山 那月球上这个它还会再喷发吗 就是它还会再有熔岩流过吗 其实不会的 因为月球的火山活动早就结束了嘛 科学家研究说呢 月球的地质活动早在35亿年前已经结束了 因为它的内部已经冷却了嘛 它就不再产生熔岩了 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些坑道 还是在那儿 它就不会再动了 所以它也不会就有新的岩浆喷出来这样子 对所以理论上找安全的 那还挺好的呀 是吧 就像秀地铁不容易挖洞了 估计造价得少一大半 所以你看当时它这个论文里面 就画了两种月球坑道的推测图嘛 它是两个不同的坡度啊 你看上面这个是坡度比较小的 下面这个是坡度比较大的 两种类型的坑洞 就是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 上面这个是3% 就是斜度是3% 下面这个坡度大概是55度左右 那它这个不是说要建城市吗 那你也得足够大吧 它也得数量上得够吧 如果你只有一两个 那怎么够 对2011年的时候呢 美国一个轨道探测器 他们在一个区域进行探测嘛 就光是在那一个区域 就发现了差不多200多个 200多个小河山口 对 那还挺多的 就很多嘛 数量非常多 其次一个呢 它的直径就很大嘛 它的那个入口处嘛 差不多直径就100米左右 然后那个管道本身 直径会超过300米 就是会非常大 你看这张图就是这样嘛 前面这半截 是已经塌方了的哈 他们只测算了后面 这一小截 没有塌方的一截管道 光是这一截管道 差不多就有好几公里 300 中1113 30万 那也行 也够 小村子 感觉城市已经不准穿了 只能 这是用那个村比较合适 基本上一个坑就是一个村嘛 对啊 一个自然村 那他已经发现200多个 就是200多个村嘛 对啊 但他们下面也有相连的 对吧 就有可能是一条通道上面 有几个出口吧 也有可能 希望如此 你要是没有出口 还麻烦了 还真的挺像地鼠打地东 脚吐三空 那这不就说明月球是空心的 对 这就很符合月球是空心说的这么一个假说 这个不是天文学的一个争论吗 到底是空的还是实心的 对 你看我们说月球是空心的 不就是因为它体积特别大吗 就很奇怪 对不对 地球的直径是12000多公里 月球呢 是3500公里左右 差不多是地球体积的27% 可是如果你对比一下 火星的卫星 它最大个的 才占它体积的0.34% 那如果是木星呢 它最大的那一颗啊 也就只占它体积的3.5% 就是月球太大了嘛 因为木星和火星很大呀 不过火星跟地球差不多嘛 很像嘛 就是它跟 它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差不多 对它的这个旁边的生态 要不然马斯克要去嘛 因为差不多嘛 而且之前 NASA有做过月震实验嘛 当时阿波罗12号 14号 15号 16号 都在月球上发过一个 被动地震实验包 人造地震 对就人造地震嘛 就发现呢 这个震动长达15分钟 你像地震哈 就是两三分钟 速度非常快的 几秒钟吧 几秒钟 它不会震那么长时间 你想嘛 如果是一个十星的球 你去震它 它可能就震一下就没了 但它如果是个空星的呢 它这个波就会传来传去的 而且他们在这个月球上面 还部署了一个实验包嘛 他们就去测这个波 那当时地震是有纵波和横波嘛 那纵波呢 就比如你这一个球 你这个波是纵向传波的 横波呢 就叫表面波嘛 就是在表面上传播 当时他们就去测嘛 月球上只能测到表面波 但是测不到纵波 就很怀疑说 月球是不是空星呢 如果说月球里面 有这么多熔岩管道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 它是空星的嘛 对 它就测试的时候 正好测到那个位置上 就以前我们想说 如果月球是空星的话 你会觉得说 中间是个大洞 但它有可能是 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的 就是因为它里面 有好多这样的熔岩管 体积又特别大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 月球空星说 一直都是一个争论 对 现在如果往地下建这个城市嘛 总不能直接住进去 扎帐篷对吧 什么样的建筑呢 能盖在这个坑里呢 现在就有很多研究团队 就在研究 怎么去利用这个熔岩管 去建月球基地嘛 哈尔滨工业大学呢 就发布了一个 月球熔岩管道建筑设计 真的已经有这个设计了 对 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嘛 他们大概是几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在月球上找一个 合适的位置 如果是有天然的 这一个洞口呢 他们就直接利用这个洞口 如果没有呢 第一步就是先用一个钻地带 打一个洞出来 不就跟钻井了 有点像钻井 第二步呢 就是派机器人进去 把里面打扫一下 第三步呢 用空间站 释放一个核心舱 最后呢 他们再利用月球的土壤 进行混凝土浇注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 那个空间舱嘛 你看上面这个 就叫做掩壁舱 中间这个是核心舱 那下面就有包括工作舱了 植物舱 还有生活舱 当它这个伞打开的时候 上面这个会慢慢支开来 很像那种 轨迹空间站的那种设计 只不过它下半边 是在地底下的 上面是在洞口上 把它给盖住 整个核心舱中间呢 就是一个电梯 应该是可以通下去的 中间还有空置石 下面就是八项连通舱 但它这个方案 会有点问题啊 我觉得 你比如说 它一个钻地带钻下去以后 你这个洞口开多大呢 而且它如果要利用那个熔岩管 就不知道它这个打下去 旁边会不会塌呦 是吧 月球上还有月阵嘛 月阵可能会造成坍塌嘛 那其实这个 它也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城市 它最多也就是建一个科研站呀 那你如果想要建造城市 你不是需要好多这种东西 你总不能一个一个发上去吧 对 所以现在美国 他们也在研究空间轨道建设计划嘛 又叫做宇宙工厂 也就是大怕现在在研究的项目 神秘的机构 对 他们现在有个计划叫做Norm 4D 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现在就是希望把所有的零件啊 都在轨道中完成 而不是在地面上 在地球外面造 对 就是在宇宙空间中造 在宇宙空间中有这么样一个工厂 你看他们现在研究的项目有什么呢 轨道机械原件粘合技术 玻璃陶瓷机械结构的连续制造技术 空间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和大型结构设计 那个国际空间站是怎么建的 它就是一个一个发上去 然后在天上把它组装起来 对 那个就是一个超大型的结构 如果这个结构你搁在地球上 那没有几个地方能放得下它了 你像国际空间站那个规模 你也不可能一次性把它发上去 对 不过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之后再做视频给大家讲解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今天是在月球上生活 有什么不同呢 以现在的生活模式来讲的话 可能你会关心的是 快递和外卖 什么 没有人给你送快递了 对 多不方便 你想你总不能来回地球和月球飞吧 你肯定得有什么方式 对于女生来讲 衣服鞋子包包都没有好看的 每天都是那一身 跟坐牢似的 户外运动也很难 对 都奢侈 你像咱现在想出门偷偷气 爬个山 抬腿就走 你要在月球上 你不还得换衣服 换上那一套装备啥的 你不用登山 没有引力 你都已经跳到上山顶了都 也没有水 洗澡不好洗了 不关是洗澡 你想有朋友在的钓鱼 没法钓很多 对啊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是内部通讯的问题 对 你想如果是真的在隧道里面 像咱们现在 比如你开车或者坐火车 经过那个隧道 信号的特别不好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说的5G通信 它的这个基站 都是建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因为5G信号 它用的是这个毫米波 因为它波长特别短 就很容易被干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必须得尽可能的建造在离你更近的地方 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地方 短波就很难在熔岩馆中沟通 长波就比较适合在这种隧道里面进行沟通 你像现实中就有用长波通讯的案例 比如说像潜艇通讯 潜艇因为它在海底 它需要把这个讯息传到别的地方 它需要用长波进行通讯 美国海军在缅英州就设置了顺地频电台 频率是24000赫兹 功率是1.8兆瓦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电水壶只有3000瓦 电动车充电快充装 也就是150千瓦 或者是最大300千瓦 这个1.8兆瓦是什么概念 这个1.8兆瓦 差不多就是电动车充电功率的600万倍 是吧 你看这张地图就是 美国它为了去做这个长波通讯 它用了天线阵列 要在好多个地方组成阵列 才能跟潜艇进行通讯 而且还有很大的问题 你这个长波通讯 它的带宽又特别低 它带宽低 它能传输的讯息就特别少 反应过来就是网速特别慢 挺好的 告别刷手机 生活岂不是会很无趣 散步啊 不知疲倦啊 你不是感受不到钟离 多轻松 蹦蹦哒哒哒就走了